第二名就意味着头号出家 三人包夹约等于空位 三姐62分超过小牛全队 单场81分旷式屠龙 有人恨她的傲慢 疯狂 一意孤行 但爱她的人 却因同样的理由无法自拔 因为她是科比布莱恩特 全世界最偏执的篮球信徒 一生漫半傲 宣告96一代 全国推出的一时舞台 传奇中会落幕 黄金一回褪色 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 想想当初 是为什么坚持走到了这里 我是小明 欢迎收看黄金一代系列完结篇 不丰魔 不成活 曾有记者问艾夫森 96一代是历史最强选修年 艾夫森不禁皱起了眉头 请把那个猫子去掉 但这批人最初也被称为邪恶一代 他们对于老一辈的球星缺乏尊重 许多人都只是在大学走了个过场 甚至还有两个高中生直接参举 其中还有一个家伙在高中毕业典礼上 竟然请来当红女歌手布兰迪充当古班 丝毫不在意同学 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高中时的柯比打爆了所有的同龄人 还能够胜任篮球场上的任何位置 习惯独自从后场带球 一条龙攻击篮筐 队友都不喜欢他 而他的眼里也没有队友 高次赛季 柯比场均30.8分12篮板 6.5助攻4强断3.8盖帽 率队打出27战全胜的战绩 拿下队是53年来第一个州冠军 而他高中生涯 一共得到2883分 打破了由张伯伦保持的赛区记录 1990年选秀大会前夕 胡人教父杰利韦斯的对媒体说道 如果马步履是大四的球员 还有资格争夺壮业 如果艾夫森能在大学再待一年 我们会尽一切办法得到他 但私底下他却告诉奥尼尔 我们在选球大会上找到了一个孩子 他和你在一起能获得五个总冠军 这个孩子就是柯比 胡人为了得到他 不惜送出全明星中风迪瓦茨 从黄蜂换来了一个首轮13顺位选球权 这是一笔让黄蜂管理层无法拒绝的脚椅 也彻底将其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过由于此时的柯比还未满18岁 他错过了第一时间和胡人的签约 于少年把他精心准备的劳力士 送给了胡人用24顺位选癌的另一名后卫 德里克费萨 当时那个年代普遍不看好高中生球员 围绕柯比的话题更多 还是他与布兰迪的恋情 杰利韦斯特一度担心纸醉金迷的洛杉矶 会让17岁的柯比迷失自我 但当他来到球馆才发现 原来这个孩子除了自虐式的训练之外 对其他事情根本提不起兴趣 1996年11月3日 柯比迎来了NBA首秀 踢步登场六分钟 拿到一篮板一盖帽 一失误一犯规 在内置拥有埃迪琼斯和范埃克塞尔的球队 并没有他的位置 枯座板嫩席的日子 多亏了费萨尔的耐心开导 要不然那个八好菜 要估计得把自己逼疯 直到1997年的扣篮大赛 柯比用一记胯下换手扣篮 独得桂冠 人们才发现 这个身高1米98的得分后 为何芝加哥的那个鲁蛋 是初期的相似 即便全世界都知道 胡人是大鲨鱼的球队 但柯比却已经迫不及待 接管一切了 西部半决赛第五场 最后11秒 奥尼尔六番离场 胡人军心大乱 18岁的柯比站了出来 就像高中时期那样 独自带球来到前场 缓开拉萨尔后 完成出手 只可惜他没控制好重心 投出了一记三步瞻 比赛进入加时 柯比又投出三记三步瞻 胡人以93比98败倍 奥鸟赛后拍着 小菜鸟的肩膀安慰道 没关系的 可会带你赢得一切 然而他并不知道 在柯比的世界里 赢得世界的只能是他自己 至于鲨鱼抢好那该死的篮板即可 那天夜里 无人的飞机抵达洛杉矶 已是夜深人静 柯比并没有回家 而是在机场附近找了块篮球场 独自练习起了投篮 这便是最初的凌晨四顶 身压第二个赛季 柯比留起了毛茸茸的头发 在金木站整合23分 成为了球队的第六人 1997年12月17日 内忧外患的公牛 遇到了鲨鱼确症的无人 每当观众惊叹帮助的舞姿 还是如此丝滑 回过头来 总会看到一个略显销瘦的年轻人 用同样的方式攻击公牛的篮筐 那一夜帮助36分率队取胜 而柯比也涉落了33分 当98年的全明星名单公布 柯比出人意料地入选了西部首发 他和加内特的梅兰眼区 似乎预示着高中生的时代 即将缓缓拉开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从帮助手里结果时代权掌的 竟是此时坐在替补席的 那个大龄新秀 1999年总决赛 马兹4比1击败纽约尼克斯 二年级的邓克荣誉FMVP 无人在西部半决赛 被他横扫出局 那个修仔细 奥尼尔在演唱会中 发泄自己的不甘 而柯比则录制了一张 并未发售的CD 也就是在那期间 他认识了美女舞者 瓦尼莎 接下来胡人影进禅师 他的三角进攻 让奥尼尔如鱼得水 宏珠长军29.7分 13.6个篮板 三改冒的恐怖数据 投篮命中率高达50纪念词 但由于罚球命中率只有52% 遗憾地与全票MVP擦肩而故 也正是因为这个弱点的存在 胡人想要在气候赛走得更远 就必须在关键时刻 有一个稳定的第二得分点 而这个任务 就像是为柯比量身定做的 西决第七场 鲨鱼身陷重北无法脱针 开拓着用三节比赛 建立起了15分的领先优势 陈诗在暂停时告诉胡人 奥尼尔已经被四人围住了 你们自己进攻吧 此时的柯比眼里冒着怒火 他早就等待着教练释放这个信号 历史上的任何一字逆转 都是从防守做起的 随着柯比用一记排袖大帽 掐断了开拓者的进攻势头 最后布莱安销 默默安上了八倍镜 篮筐突然像大海一样宽广 就在开拓者 依然坚定不移的包家奥尼尔 柯比又一次获得了当英雄的机会 他在本场比赛同样出战47分钟 十九投九中 拿到25分11篮板7主攻 并在最后时刻突破皮棚的绝对防御 吸引包家之后 为奥尼尔送出了那一记 载住实测的空街绝杀 这一球布紧让胡仁时隔九年重返总决赛 依然OK组合正式迎来了蜜月期 总决赛打响之前 柯比曾给奥尼尔透露过一个蜜 他在一年之前就开始研究米勒 因为我预感今年步行者 会成为我们夺冠的最后障碍 奥尼尔自然不相信 这些所谓的低流感 他只相信绝对的力量 首战就用43分19篮板三改帽 统治了攻防两端 而米勒则在柯比的锁防下 只得到7分 胡仁以104比87轻松拿下一场 而对于过去六年 五次打进冬绝 三次三比四迎恨的步行者而言 他们对总冠军的渴望 也已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于是杰伦罗斯在第二场指出一招天残角 让柯比仅出战九分钟便受伤离场 自以他三投一中只得两分 而且大概率会缺席剩下的比赛 面对如此下三滥的战术 怒火攻心的奥尼尔彻底进入暴走 再从出40分24个篮板 帮助胡仁取得了2比0的领先 但失去柯比的所逢之后 雷西米勒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关键先生 他用单场33分的表现 在印第安纳帮回一场 杰伦罗斯的战术奏效了 步行者又看到了夺冠的希望 然而脚踝二级扭上的柯比向媒体宣布 第四战我一定会回来的 步行者并不惊慌 因为他们坚信柯比最多只剩五成功力 只需要继续包架奥点就好 然后一场火星四肩的战斗就此拉开 奥尼尔不愧是海鲁匡最强生 再次单场轰出36分21个篮板 只可惜他在加十三六番离场 胡仁再次被逼到了崩溃边缘 现在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柯比身上 三年前他用连续三步沾送胡仁回家 三年后的今天他不会再搞砸了 且说柯比的精神开始超越了肉体 似乎早已忘记脚伤带来的疼痛 先是在杰克逊面前急停跳投命中 又迎来了米勒的防守 甘拔得手 并迷迹布兰完成了准绝赏 此一他出战47分钟 27投14中 拿到28分五助攻 拿下赛典的那一刻 他高举着双手 无视了从他面前路过的杰伦罗斯 最后胡仁四比二拿下了总冠军 奥尼尔场军38分 16.7篮板2.7分开 然后带着FMVP的奖杯 开启了狂欢模式 而柯比则在修赛期一头扎进了虚拟 继续每天自虐十小时 21岁的他 似乎已经站在了世界的顶点 可是 那又如何呢 英雄只是一时的 但传奇永垂不朽 00-01赛季 柯比的常规赛得分已经来到28.5分 再加上奥尼尔的28.7分 史上最强的二人组正式诞生 即后在首轮 以碾压之势横扫开拓者 胡仁甚至用奥尼尔来执行 济犯的罚球 西部半决赛面对也华丽著称的国王 又是一轮无情的横扫 西决面对马刺双膛 勃勃为基督放话 要让胡仁尝到苦头 但却在第四战提前换架了全部主力 表示来年再战 柯比在这轮系列赛场军33分7助攻7篮板 西决之王的名声也就是从这时流传开来 这是2001年的总决赛 柯比虽然场军共计24.6分 7.8个篮板 5.8次助攻 但终究还是只能充当配局 奥尼尔场军33分 15.8个篮板 4.8次助攻 拿下了生涯第二座FMVP 22岁的柯比站在他的身后 满眼都是取而代之的野心 然后时光来到01-02赛季 奥尼尔已经30岁了 对一个体重150公斤的庞然大物 身体状态不可避免地走起了下坡 再加上常年被实施砍杀战术 他在赛季初给自己的脚趾做了手术 在奥尼尔确症的日子里 柯比单和带队一路高歌猛进 特别是在对阵灰雄的比赛里 出场34分钟便拿下56分 肖温8点首次体会到了NBA的残酷 而保罗加佐尔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们的球队要是有这样一个家伙就好了 也就是从这个赛季开始 柯比不断在训练中暗示自己才是最好的球员 但赛场之上的他却尽情让鲨鱼玩高兴 常规在结束时 他场均得到25.2分 相比去年有所下降 此番迎刃的背后是他对更高目标的渴望 季后赛首轮再战开拓者 自去柯比终结者的鲁本帕特森大放厥子 我能锁死柯比 然后柯比仅用一场比赛就终结了柯比终结者 胡人也连续6年将开拓者淘汰出军 西部半决赛 邓康大出场均31分 17年2个篮板 4.8次助攻 3.3个盖帽 而鲨鱼则被双塔联手限制到19.4分 12.2个篮板 但胡人仅用5场比赛就赢得了系列赛 柯比的步枪里头烂 正是那把鸡破骂死绝对防御的专用钥匙 只是2002年的戏绝 胡人遇到了全面征集的巅峰国王 阿达尔曼的普林斯多奥义 强壮能占弱小的便宜 而聪明能占强壮便宜 恰好是只才鲨鱼的专用钥匙 当国王在系列赛取得3B20牵之际 OK组合开始疯狂的攻击篮筐 最终靠着奥尼尔的41分17篮板 和柯比的31分11篮板 胡人106比102惊险过分 再后裁判成为讨论的脚底 国王本场四大内线 合计犯规21子 而奥尼尔的说法则是 我在联盟这么多年 大概只抱怨过5次裁判 萨克拉门托国王 我看他们应该是皇后队了 最终经过天昏地暗的奖机大战 胡人证明了自己的强硬 奥尼尔35分13篮板 柯比30分10篮板7中风 在手指缠着绷带的情况下 十一发权重 并最终锁定了胜举 然后2002年的总决赛 再次成了鲨鱼大开杀戒的舞台 至于柯比 则于96年的8号就 克里·基特尔斯 好好地算了一番救账 当年金泽西 曾向柯比发出过视讯邀请 但得到的却是无情的拒绝 是后来王的管理层 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宾托兹对外宣布 克里比柯比更出色 然而事实就是 狼王在总决赛 遭到了胡人的横扫 奥尼尔拿下第三座 FMVP之后 在休赛期 抬起了帝王的生活 在广告 唱片 电影的世界里巡游 并抽空结了个婚 2002年的夏天 鲨鱼很忙 但柯比也没有闲着 他给自己增加了 7公斤的肌肉 苦练了背身单打和远舍 很多故事 当时看来很平常 但往往就是在平常中 注定了最后的结局 新赛季开始前 奥尼尔又去做了一个脚趾手术 并表示工作期间受的伤 就要在工作期间来养 柯比则默默接过了 球队的第一核心 剑部战队阵卡尔特人 他疯狂出手 47次得到41分 留下了一个单场打铁 30次的尴尬记录 胡人也因此输掉了比赛 可是柯比并不以为然 我宁愿30头零重 也不愿意九头零重 九头零重意味着 你被自己打败了 被比赛下得不知所措 类似的话 在F3的口中也曾说过 这种偏执是狂热好战分子的标签 更来自于他们共同的偶像 迈克尔乔丹 所谓的联盟第一人 无非就是最极致的 个人英雄主义 赢了一起狂 输了五百考 2-03赛季 柯比德斗分首次超越奥尼亚 达到了场均30分 但胡人的战绩 却不生反将 随着蝉失 因甚结实散直离队 OK组合的矛盾 彻底迎来了爆发 这只刚刚创立了王朝的球队 如今却变得一盘散杀 西部半决赛对着马刺 胡人苦战六场之后 被淘汰出局 奥尼尔的绝对统治力渐渐消失 而柯比则因为自己的一时兴起 一夜之间从宠儿变成了弃子 2003年7月1日 距离胡人被淘汰的46天后 一名叫做凯特林的酒店前台 向英俊山官提出了 对柯比的诉讼 然后展开了持久的拉锯展 导致柯比不得不在新赛季 不断地往返于法院和球场之间 奥尼尔作为老大哥 建议柯比花钱免灾 起了柯比在询问 是否能私了的过程中 直接将鲨鱼暴露 于所有人的视线中制造 导致了OK组合彻底决令 除此之外 柯比不仅失去了诸多大言 他与瓦尼沙的第二个孩子 也因为压力过大而流长 最终在那个都市之秋 胡人安復自备 活在平民五虎 四比一击吧 奥尼尔东游卖阿密 柯比如愿成为了球队的 唯一核心 但禅食离职了 还在他的自尊中保料 柯比是根本无法调教的球员 从当时的外界的评论来看 柯比的职业生涯 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胡人还是与他 牵下了七年一点六亿的续运 而柯比的官司 也最终在九月尘埃落定 最终法院宣布了他无罪 但一切都回不去了 鲨鱼走 手套也走 邮差也因为 瓦尼沙和柯比结仇 他放弃了对历史 德芬王的追逐 选择了退役 就连费婶也去了荆州勇士 形单引致的柯比 正式开启了那段 与世界为敌的日子 2004年12月14日 柯比败给超音速的比赛中 独砍35分 并喋喋不休的拉结话 把雷阿伦给激怒了 一向人狠话不多的雷阿伦 罕见地在媒体面前发声 柯比的打法 只会害了秋的 秋在柯比和雷阿伦的梁子 算是结下了 但目前历史的进程 还没有进入 属于他两对决的章节 如今黄金一带 最耀眼的两个后卫 分别是艾弗森和纳什 04至05赛季 重新打回空位的艾弗森 场均30.7分7.5助攻 战会生涯第四座得分王 重回太阳的纳什 则率队打出联盟第一的战绩 并逼让奥妮和邓肯 成为常规赛MVP 而当过人失去机后 赛资格之后 27岁的柯比 就像一台失控的跑车 追逐了无边无际的深渊 如果柯比的生涯就此结束 那么十几年后 人们对他的评价 可能就是另一个马布里巴 但随着蝉蝕的回归 属于黑曼巴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在湖人的三连观期间 蝉蝕无疑是站在奥尼尔的那一边 而现在 柯比才是他手里的王牌 两人紧了一个简单的拥抱 就化解了之前的恩怨 在柯比的自传中提到过 菲尔远布置一名教练 更是一个梦想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和他简直是绝配 05-06赛季 柯比手次以三角进攻的 第一中节点投入战斗 赛季前三场比赛 他已接近50%的命中率 场均轰下36分 他的肌肉线条 比较赛季更完美了 也更加神似那个 在芝加哥开辟王朝的黑色鲁蛋 当然 童年的FC依然势不可挡 两人得分王之争 进入到白热化的地步 而随着蝉蝕 将虎人的进攻大气 完全交付于柯比之际 一轮残暴的单人杀戮游戏 就则拉开了帷幕 2005年12月12日 虎人布迪小牛之后 战绩依然在气候在边缘徘徊 独得43分的柯比 怒目圆征地放话 下一次我要得50分 八天之后 两队再次相遇 柯比在第三阶结束前 命中一击三分 打破了奥尼尔单场61分的记录 得到本场比赛的第62分 此时他一个人的得分 甚至超过了小牛全都 只是第四阶 他没有再登场 因为这已经是垃圾时间了 落成父劳在激动之余 多少有点遗憾 如果柯比继续打下去 他会得多少分 所幸的是 仅仅一个半月之后 旷式屠龙业就如期上演了 2006年1月22日 杰伦罗斯永生难忘的一个业务 他赛后图定地表示 这是柯比对我当年的报复 门龙教练萨姆密切尔也有些自责 我许我们该早一点放弃比赛才对 但奥多姆却在赛后主动揽下了一切罪责 你知道吗 柯比今晚能拿81分 都是因为我 原来当这场比赛星期一半的时候 胡人的更衣室曾爆发了内讧 奥多姆队上半场近段26分的柯比喷了句垃圾话 你不是乔丹 你无法带领我们取胜 于是就有了下半场的疯狂杀戮 柯比赛第3节 15投11中拿到27分 而网龙全队只得到22分 胡人91比85完成了本超 但奥多姆仍然在喋喋不休 我打赌 你得不到70分 于是柯比在第4节变得更加实现 连续两个强拔三分之后 他已经得到了72分 奥多姆继续不逃 我打赌 你得不到80分 此时斯泰布斯的观众已经忽略了朦胧的死祸 完全沉浸在这场极致的得分盛宴当中 直到得到77分时 禅师见大局已定 于是产生了患下柯比的念头 助理教练超大大 你疯了吗 这是在磨杀一个创造记录的时刻 最终 柯比在比赛还剩4秒的时候被幻想 出场42分钟 拿下81分 赛季结束之后 他一场军35.4分 首次荣英得分 完成了对自身形象的救赎 但柯比所关心的从来不是形象问题 他所付出的努力 唯有总冠军才能匹配 然而柯比做梦也不会想到 2006年到2007年之间 他会连续两次被96级15顺位的纳什所击败 即使他创造了机会在单场50分的记录 但整体雷弱的胡人 依然被太阳的跑轰所淹没 而在管理层拒绝拿拜纳姆去交换积德之后 柯比的愤怒终于到达了极限 回想到奥尼尔离开时 杰利巴斯说要在07年补强一个中锋和空位的承诺 喊话管理层要么把杰利维斯特请回来 要么请交易我 老巴斯自然不愿意失去柯比 特别是在现场见证了81分屠龙夜之后 所以他开始了自己的太极表演 柯比想去芝加哥 他就想供牛狮子大开口 柯比不愿意去底特律 他就欣然接受了活塞开出的条件 结果在这场闹剧之后 他和柯比达成共识 如果胡人是泰坦尼克 我们也只能跟着他一起沉下去 07-08赛季出 柯比依然身披着紫禁军团的球衣出阵 胡人唯一的变化是费舌尔的回归 以及小商与拜纳姆的成长 但出人意料的是 胡人靠着这个阵容 一度成为了西部的领头样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拜纳姆作为首发出战25场之后 他就因为左膝受伤而赛季报销 一切又回到了柯比独乱大局的剧情 直到2008年2月 保罗加索尔的到来 让胡人成回正轨 作为灰熊过去六年的球队核心 加索尔虽然带队三次打进季后赛 但战绩确实12辅0胜 球迷称他为软弹 管理层也对他失去了耐心 只是有他这样一个不占据内线空间 又能在罚球线上做轴的打个子存在 三角进攻便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常规赛结束之后 胡人以57胜25夫的战绩领跑狂野西部 季货赛对阵常规赛50胜的丹佛绝金 33岁的F森依然神勇 24岁的安东尼气势汹汹 坎尔马丁更只在防守时 不断朝柯比喷垃圾话 结果阵文系列赛成为了柯比的表演时间 横扫绝金之后 胡人又4比2淘汰了犹他爵士 即将30岁的柯比 终于捧起了常规赛妹皮的奖杯 然后时隔4年之后 再次迎来了和马刺的重逢 如今的石佛已经四贯在手 跑车和妖刀也正直巅峰 七决首战 胡人一度以45比65落后 斯泰普斯陷入死一般的成绩 难道一个赛季的努力都复之东流了吗 然后上半场只有三次出手的柯比 默默地开启了合力一打五模式 下半场独得25分 四主攻四篮板 率队以89比85逆风翻盘 接下来胡人的气势到达了顶底 他们仅由无常比赛 就把马刺送回了老家 2008年6月5日 柯比第五次登上总决赛的舞台 这是NBA的第62个年口 卡尔特人以16个总冠军独占凹头 胡人则以14个总冠军紧随其后 黄绿大战在一次上演 直接拉满了这场系列赛的热度 而过程 却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四刀剑火 狼王加内特的防守覆盖面积 撑起了卡尔特人整个轮转体系 两轮对柯比的索防 以及剑血封喉的三分 让胡人很难建立足够多的领先优势 还有地板流进攻万花筒皮尔斯 他甚至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王者归来 六场比赛之后 胡人影恨败位 奥尼尔即兴创作了一首歌来嘲讽课 没有我 你什么都不是 不过这次吃肉心的失败 也让紫金军团明白了一个道理 总决赛是玩命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宁死不屈的决入 就只有任人宰割的结局 2008年的夏天 佳嫂在奥运会上证明了自己 可以变得更强硬 柯比则用自己的方式 率领美国队完成了救赎 08至09赛季 拜纳姆和阿里扎迎来复出 孤注一掷的胡人 在狂野西部轰出了65升的恐怖战绩 而加内特的报销 让卡尔特人退出了征冠行列 眼下联盟 扑天盖地宣传的便是23VS24 相比几乎在连聚两轮横扫晋级的骑士 胡人却在西部冠决赛 遇到了麻烦 面对无迈无摇的火箭队 他们居然被拖入了抢期大战 球迷悲哀地表示 胡人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面对外界的巨大压力 蝉狮则风轻云淡地说道 别忘了我们的目标 然后当胡人开始玩肉搏之后 火箭便再无胜算 加扫诺斯软淡的标签 用21分18篮板完全统治了禁区 西局面对改脱换面的丹佛绝晶 科比和安东尼上演了极致的身体对抗 篮球场几乎被他们当成了八角龙 塞过黑曼巴高度赞赏了瓜哥的斗志 而阿里扎则用两次价值连城的强断 帮助胡人清闲过关 几天之后 东部决赛也落下帷幕 奥兰多魔术4比2淘汰骑士 对视第二次登上总决赛舞台 上一次他们破坏了乔丹VS大梦的剧轮 而这一次又让23VS24胎死腹中 只不过和95年的奥尼亚一样 首次进入总决赛的霍华德 显然不知道眼前的对手有多么老了 总决赛首战让他全场六投只有一注 科比则一人摧毁了魔术整条外线 独得40分 8篮板 8助攻 接下来魔术的外线开始发挥 胡人又放弃篮下死防外线 蝉食牢牢地掌控着群局 相比那些鸡汤型教练 还更注重球队文化的建立 当球员的战斗本能完全觉醒 留给对手的就只剩无助和绝望了 其有五场比赛 胡人便兵波血刃地解决了战斗 科比一场军32.4分 5.6篮板 7.6次助攻 收获了职业生涯第一座FMVP 同时也在总冠军数量上追平了奥亚 休赛期还推迟了手指手术 参加了奥拉中望的轻武门 继续专研背身单打的奥义 在他的一身作则之下 威敏冠军在2009年的休赛期 没有丝毫的怠慢 球员自发地抛在训练滚埋头苦练 余山君给他们带来的耻辱 还历历在目 而阿泰斯特的加盟 势必让这场终极之战 再添一把柴火 有了他的加盟 胡人的防守强度再次提升 新赛季21场赢了18场 但也因为他无法融入三角进攻 导致胡人的进攻不再势不可挡 所以柯比不得不在关键时刻 频繁使用合力一打五模式 对阵热火 柯比赢着韦德的风带 歪着身子完成超远三分绝杀 还有行动告诉世人 即便已经征战了14个赛季 黄金一打 依然是联盟的王者 对阵卡尔特人 柯比在最后7.3秒完成绝杀 阿泰赛后追着他一顿猛话 而柯比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句 任务还没有结束 该赛季 柯比一共命中了六次绝杀 他的个人终结能力 是胡人未免道路上的最大保障 只是巨大的消耗 也让商品在赛季末端集中爆发 看着被绷带裹得像个末百一的柯比 蝉蝕只能强行让他修展 这也是柯比从2007年以来 首次学习比赛 胡人也输掉了最后11场中的7场 最终球队以57胜的战绩结束成规刺 而几乎才首轮的对手 是用天赋轰出50胜的俄成青年禁卫军 凯文杜兰特如今也是历史最年轻的刘芬马 21岁的威少全场追着老鱼宝纵 20岁的哈登作为柯比的小弥地 此刻也是内外兼修的板凳匪徒 只不过年轻气盛的雷霆三少 还是缺乏季后才经验 在胡人给他们上了强度之后 投篮命中率直接断崖时下跌 系列赛第六场 杜威二少合计43头12中 哈登全场只得到2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胡人进去西部半决赛 经过这轮的热身 胡人已经完全进入到了真冠模式 先是4比0横扫爵士 又在细角4比2扼杀了那时最后的冠军梦 然后在总决赛如愿等来了卡尔特人三巨头 两年前的侄辱 此刻不断在胡人球员脑海里浮现 2008年6月17日 波士顿北安花园人生顶沸 卡尔特人血洗胡人39分 比赛还没有结束 便已经开始忘我的庆祝 皮尔斯更是把李夫斯人成了红衣主将 这份苦涩的回忆就像梦人一般挥之不去 此番再战必将鱼丝往破 开场不到30秒 先锋关阿泰就和皮尔斯缠斗在了一起 这种强度的比赛对他而言简直如鱼得水 接下来是加嫂 他活出性命的去狼王肉搏 你可以说他软 但不能说他弱 然后是上半场有意保留体力的科比 他在第三节火力全开 一举抹杀了比赛悬念 冠军教头李夫斯一眼看穿了胡人的战术 他告诉绿山军全体将士 黄军今年拼得很猛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比他们更猛 然后冷血剑克雷阿伦挺身而出 仅用半场比赛就扔进七届三分球 加上龙多19分12篮板10助攻的三双 卡尔特人成功追悔一场 接下来将一世北安花园连战三场 六年前的活塞五虎便是利用这一点 把胡人F4定在了耻辱柱上 产是非常清楚胡人的处境 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他知道有人比他更加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 于是就有了科比赛第三站的29次柱上 虽然29分的最终得分算不上太高 但在他不留余力的所防之下 上一场如天神下反的莱阿伦 本场行如梦游 十三投零中 仅靠罚球得到两分 胡人91比84重新斩掘了主动 李福斯接下来再次奉上鸡汤套餐 兄弟齐心齐力断尽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赢下系列赛一定是我们 于是莱阿伦把脚指甲涂成了绿子 合计已经一百岁的三巨头再一次发呢 再加上大宝贝和小土豆 这对亨阿二将的爆发 双方再次回到了同一气跑线上 天王山之前 拜纳姆抽掉了膝盖里的积水 忍痛出展 彻底把大宝贝打回原形 而科比赛只有六根指头 能够正常活动的情况下 用27次出手换来了38分 只不过胡人还是输了 2008年的总决赛MAP 曾在35秒内连中11刀的皮尔斯 用一场强制爆发 诠释了何为真理 虽然还有两个主张在手 但二比三落后的无人 无意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 向来不够言笑的禅师终于出招了 对手的命中率比我们高出将近20个百分点 却只赢了6分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自作聪明的阿太在第六战使出了吃奶的劲 掌握15分6个篮板 但真正引领胡人取得大胜率 是他们把卡尔特人的命中率压制到了33.3% 强击大战已处击防 尼夫斯在赛前用尽毕生的精力再熬一碗鸡汤 20年后 我们要重回此一团军 当我们没手之计 要确保戒指碰在一起 这是黄律大战历史上第五次总决赛小期 赛手之前 胡人还从未取得过胜利 所以这注定是一场全权倒入的比拼 而执法这场比赛的裁判 也默认了所有的身体对抗 前三战战霸 凯尔特人57比54领先 科比在极致的对抗中 20投擒仅有5中 10年前与他在总决赛交过手的马克杰克逊 如今以解说员的身份说道 科比的表现让我想起了约翰斯塔克斯 这位纽约民宿在94年的总决赛第七战十八投二中 便想成就了火箭队的对时首冠 难道今夜的科比也会布他的后缠吗 禅师则不断强调 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强命了 接下来用最舒服的方式去得分吧 于是那个偏执了一生的科比 终于在这场比赛的第四节 设计了顶着三个人的强行出手 他和加操一起包拦了球队最后的十个篮板 并九次战场罚球线命中八球 率队于83比79打破魔中 领得了生涯最重要的一座总冠军 以及第二座FMVP 他用行动证明 事关篮球我无所畏惧 那些早起的时光 那些熬夜努力的时光 那些喊累却依然强迫自己坚持下去的时光 那就是梦想的力量